我也希望认识我的人 电视机前的观众 还有我的亲戚朋友们 都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我想等到带弟弟长大之后 当他某一天看到这个节目之后 他会明白我的两股游戏 我是觉得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爸爸妈妈的离去 是已经离去了 那么爸爸的事 你可以跟他说清楚 但是因为姐姐还活生生的在我身边 是我唯一的依靠 如果把活生生的姐姐的身世 也告诉他 他会真的觉得自己没招没落了 抓不住了 其实我还是挺赞成 暂时还是不要告诉 在他成年之后才告诉他 我们本不是亲生姐妹 行吧 那我们就一起承诺摇摇 录完这期节目之后 但凡是谈到此事的时候 咱们都略过这一节 我们所有的人都为了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共同地来保守这个秘密 不要说出来 姐姐不是他的亲姐姐 因为他现在就剩这么一个姐姐 也算是对于一个孩子的保护和爱 好吧 行 咱们承诺你 他没有产生仇恨 他产生的更多的是社会 给予社会更多的爱 和承担起对于弟弟的责任 你不错 你此时在我心中特别地高大 虽然你是个弱小的女子 我养父母从小对我都特别好 我抱回来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